大批远警进入彰化皮头乡这处民宅 因为有人遭殴打致死 而尸体藏在轿车后车厢内 为什么下众手 涉案嫌犯不止这几名男女 目前警方已经查气十名嫌疑人到案 但还有一名共犯还在追气中 事发的第一现场不在彰化 而是在台中市北区中庆路上一家人力派遣公司 警方调查 这家派遣公司的陈姓老板娘 疑似跟一名二十岁出头的奖姓员工有债务纠纷 十月二十八号晚间 老板娘涉嫌教唆其他员工殴打蒋姓男子 后来员工分两台车 将蒋姓员工载往台中外谱继续施暴 等男子被打到奄奄一席 又被载往彰化皮头乡逢姓男子的租屋处 直到有其他共犯打110报案自首 警方赶到现场 蒋姓男子已经明显死亡 十月二十九日分别接获梁姓跟卢姓的犯贤 称蒋姓被害人尸体 遭冯姓嫌疑人载到彰化县皮头乡一带 那他报警警方来争处 本局选举通报彰化县皮头分局前往查看 发现被害人尸体 遭放置在冯姓犯嫌的自小客车内 蒋姓男子的家人接到通知赶来警局了解状况 检警已经先在彰化对死者行政相咽 预计下周二解剖 厘清他主要的致命伤在哪里 什么情况让人力派遣公司老板娘 竟然涉嫌教唆员工打员工 还把人打到伤重不治 中章警方跨县市办案展开追查 也查扣了办案工具 全案依伤害致死罪嫌 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 TVBS新闻陈淑贤 廖文汉红彩伦 SNG小组台中采访报道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